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台湾新闻 一日新闻的详细内容 今天上午 省卫生城市复审 组一行分成八个小组 对我市近三年来的巩固和发展 省卫生城市情况 进行实践检查 省卫生城市复审组 由省卫计委 省疾控中心 省食药监局 省卫监所 省环境监察中心 省建教办等 对口专业的专家组成 他们通过走坊 问卷调查 实地查看 调阅资料等多种方式 对我市的使用环境卫生 城中专与城乡结合部卫生 窗户单位 社区同单位卫生 健康教育 环境保护 饮用水卫生 食品安全 传染病防治和病霉生物防治等方面 进行认真实质检查 省卫生城市 福审组组长贾广雄 亲自第一个小组 深入到夏豆坑垃圾处理场 城区三家垃圾中转站 公共厕所和东门市场 台西路步行街 石花文化广场等地检查 在夏豆坑垃圾处理场 贾广雄认真听取工作人员 对整个垃圾场的运作情况回报 投资1.02亿元 高标准建设的 这个无害化垃圾处理场 设计处理能力达到20年 实现了 全市生活垃圾的村秀 振运 市处理的有效运作 目前垃圾日产量200吨 实现清理率达100% 卫生填埋处理率达100% 对目前由于垃圾废水处理能力不足 要靠垃圾转运车转运部分污水 至污水处理厂 加以处理机应急做法 贾广雄对垃圾废水的处理 提出了整改意见 希望我市有关部门 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市镇垃圾转运等问题 因为环维的关系到市民的整个环境生活 所以我建议政府还要加大 对垃圾转运车的配置 因为你们现在目前 是得几台的垃圾转运车是密封的 大部分都还不是密封的 我觉得这一点 那你们是否作为下一步 创围、拱围的一个重点来对付 好吗? 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 省卫生城市福审组将集中对 这次福审检查进行综合评分 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提出整改意见 本台记者张志强报导 记者由昨天下午省政府召开的 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 村港会上了解度 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 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 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等 作出明确规定 广东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条例 已于今年9月25日 经广东省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20次会议审议通过 条例是一部具有广东特色的地方性法规 对于规范我省城乡生活垃圾处理 控制污染 保护环境 提高社会的文明意识 改善群众的生活环境都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对城乡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 以及处理费用 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 根据条例 城乡生活垃圾应当分类 并投放到指定的收集点 或者收集容器内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随意倾倒 抛洒 焚烧 或者堆放垃圾 如果未将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到指定的收集点 或者收集容器内 随意倾倒 抛洒 焚烧 或者堆放 市、远、区 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并处以相应的罰款 本体记者刘阳报导 位于四九镇的市重点项目 台山市力风投资有限公司 昨天庆祝一期厂房进攻落成 将于今年年底前开始自生产 台山市力风投资有限公司 是四九镇引进的一家新型的开发生产植物 生物技术美容 保健系列产品的企业 由2012年开始动工建设 首期投资额8600万元 昨天庆祝进攻的一期建设项目 包括四座厂房及配料车间 提取车间 并建设研发实验室 办公楼及生活配套宿舍楼各一座 建造面积2.35万平方米 目前厂房已经建设完毕 质检研发 无菌化生产等项目车间 借在内部装修 进行生产设备安装 公司负责人表示 项目预期年产值可超亿元 年创税约500万元 是一家科技含量高 环保创需型企业 四九镇有关领导表示 该企业投产后 研发生产主要向保健及 辅助性治疗功能产品领域拓展 还将建设原料生产种植基地 由原料到产品一条龙生产 其中成为四九镇新的经济增长点 本台记者朱文星报道 为使小微企业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 我是积极落实和推进小微商创工作 由场地资金平台建设等多方面 为小微企业提供便利 推动小微企业提供增效加发展 工业新城向来是重大项目 工厂企业等落户的地方 但随着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城市示范的战略推进 作为先行建设的小微商创基地之一 这里也将变得不一样 台山工业新城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设有生活中心、活动中心、 印材市场以及枯化器 而我身后面这一栋就是枯化器 可以为一些有想法但没有资金的大学生 提供办公以及展示的场所 让他们可以实现创业梦想 除了场所的支持之外 按照台山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城市示范实施方案 在资金、产品销售等多各方面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 支持小微企业参加各类型展销会 并对他们展位进行补贴 我们通过这样的活动 大力的宣传推荐 我是优质的产品 推动企业实施多元化市场战略 我们就鼓励支持小微企业 充分发挥好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的作用 扩展他们的产品市场 此外小微商创 并将陆续打造和圆线电子政务讯息化建设服务平台 旅游智能无线覆盖及公共讯息服务平台 苏宁液购台山特色馆创业服务平台 小微企业创业创新人力资源服务平台 众志学生就业创业平台等 你们平台的捐绳将政府和企业 企业和企业之间联系变得更为密切 让小微企业实现更好的延伸和对峙 小微企业和我们的大型企业 一个产品的对接会 特别是本地企业之间一个生产配套的对接会 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 令到我们企业那个产品的订单 能够内部消化 还有检掉我们那个企业的生产的成本 就是延伸他们的产业链 小微企业是我市稳增长速就业的借储力量 据了解目前我市现有小微企业2866家 今年以来 我市紧紧围绕江门市初英计划的工作部署 努力推动小微企业体质增资 加快发展 本台记者林立俊分离报道 金狗银10系房地产的销售旺贵 今年9月份台山商品房住宅成交524图 还比上涨4% 加权均价4405元每平方米 预计第4季度新盘层出竞争激烈 写住建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我市一到9月 楼市成交成波浪线起风 其中楼市成交高峰出现在4月份 当月共成交659图 同比增幅67% 成交最小的月份为2月份 仅成交294图 同比下降36% 前9个月 我市的楼市价格都在每平方米 4300到4600元之间徘徊 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其中 加权均价最高的月份是2月份价 46888元每平方米 最低价为1月份的4374元每平方米 仅观今年的楼市成交情况 在降中政策密集利好的情况下 我市的楼市走势依旧稳步 没有出现销售和价格大起大落的情况 有楼盘项目经理介绍 就目前楼市而言 台诚由于楼盘项目多 个盘消化速度存在一定时间 只有现有楼盘销售达到七八成 开发商才会考虑继续开发新楼盘 目前我市的楼市较为热闹的板块 为南新区板块和东门板块 应该说目前整个销售形势是非常良好的 在销售过程当中 90平米以下的两房的户型 比重又有比较大的提升 主要是一个这是干性需求 第二个整个消费群体对这种低总价 然后说实用性更强的户型 有了更大的一个接收度 不再片面的追求高大山 数据显示 台山一到九月商品房合计成交 45.100万平方米 同比上涨23% 成交中数为3546宗 其中144平方米户型 3090宗 面积35万平方米 非别税和别税价大面积户型456宗 成交面积11.6万平方米 显示我市的市场需求 仍然以小户型的改善型干性需求为主 我们目前即将推出的二期产品当中 也是有针对性的 加强了对加大了中小户型的一个比例 着重去化这块的一个干性需求 本台记者张直强报导 新闻播送完想列加更多新闻资讯 请登陆百封网 www.tsbtv.tv 或者送别关注百封网微信 稍后有百封三下再会 11月1日起 我市二手房交易 张严征撑额20%过税 我市多地举办重阳经浪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